那剛剛同學有問到就是說 如果我那個貼圖 我剛才下載了一些好友的貼圖 那他不是說加入好友即可以貼圖 那剛才我們已經有試過 我們可以把好友刪除 就是你加的那個 講白一點的是廣告商 你要把那個廣告商刪除 刪除好友是很簡單的 那如果你要刪除那個廣告商所提供的貼圖呢 那一樣就在我們這邊 好友聊天動態消息其他的其他這裡 一樣設定 這邊有一個貼圖 然後呢有一個變更順序刪除貼圖 這裡點一下 有沒有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呢這個 Kawaii活力篇這個我不要了 我就按刪除 對不是廣告 就是那個廣告商提供的貼圖 如果你不想要這個貼圖了 你可以把它刪除掉 OK 然後呢 這裡為什麼什麼叫變更順序 變更順序就是剛才有沒有 我們每次貼圖 剛剛新加入好友的貼圖 他會放在最左邊 有沒有最左邊 但是如果你不要 或者是你要更動順序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直接往下拉 你看你看我把它按著 直接往下拉 或者直接去調位置 按前面這個三條線的這裡 按著去調位置 就是可以放在那個 為什麼你要有一定要調位置嗎 反正不是就是在 你看一下喔 感覺好像不就在聊天的這裡 聊天如果我今天 我要插一個貼圖 不是都在這裡嗎 調換位置又有什麼差別呢 可是我跟各位講 當你的貼圖如果加了好多了 它會跑出去 你還要再去慢慢滑動它 才出得來 你看這上面是可以 上面是可以滑動的喔 對 你可以排你常用的 把它排前面一點 排左邊一點點 好 那排左邊一點點 就是剛才的 怎麼排 我再講一次喔 在好友聊天動態消息 其他的 其他這裡 設定 貼圖 裡面的 變更順序 跟 刪除貼圖 這裡 然後刪除 直接在後面按刪除就好 那如果你要變更順序 比如說 熊大跟突突 其實我可能會比較常用到 那它是寫一下 你只上不會這樣 那我看你進入上 對 我是還沒下載啊 但是它預設 它的預設就有這個圖 但是 但是它其他的 很多的貼圖 它沒有下載下來 OK 它預設要提供給你 但是 它那些你沒有下載 它就暫時 那個 所以它這邊 因為我現在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 熊大跟兔兔的 我還沒有 那 等一下再看 比如說我覺得它會常用到 我把它移到前面去 那它就會排在 剛才我要貼圖的最左邊那裡 OK 來 各位可以試一下 你這個貼圖 我順便再講下一個好了 剛才我有講到是說 有些貼圖要花錢買的 這個牽扯到跟你在那個 有些APP也要花錢買的 我要去哪裡付費 來看一下貼圖的話在哪裡付費呢 一樣仔細看喔 好友聊天動態消息其他 在其他這裡 的設定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的錢包 我的錢包 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我還是講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真的想要花錢買一個貼圖 不錯的貼圖 你可以嘗試看看 我的錢包點進去 好 這邊有個購買紀錄啊 那個3 那個顯示 對 你現在我沒有任何代幣 好 好 然後呢 在右上角有沒有看到有個購買 好 我點購買 好來看一下喔 你看到 這裡的LINE的金幣100塊 其實你只要花台幣60塊買 有沒有 所以我說這裡的100幣不代表 我們真正的100 所以也就是你花60塊去買 100個代幣 好 那如果你花了 比如說兩倍好了 你花了120塊 這也是兩倍 可是呢 來 4倍 4倍 240 欸就不一樣喔 變500喔 所以 你當你買更多 他就多加 你看他這邊有寫 多加100塊送你 有沒有 對對對 沒錯 好 比如說呢 那我現在想要買代幣100元 我就要花60塊 我點這一個 我點進去 然後呢 他就會出現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繼續按繼續 你看各位有沒有看到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所以就是我們要下載其他的APP 要花錢 要真的要花錢買的時候 我錢從哪裡扣 跟這個同樣的道理 那現在呢 我就按繼續 可是繼續仔細看喔 他的付款方式 主要就是兩種 信用卡或者是金融卡 他是從這裡去付的 所以當你如果你確定要是這個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打入你的信用卡 對 下一個月的帳單就會進來 OK 但是我就說齁 初期各位 暫時還沒有玩到很熟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不要弄 免得到時候那個 不是被騙 倒不會不至於被騙 不至於被騙 那因為說實在話 我的Android這部分 Android的這個系統我還沒有真正打入信用卡過 那個iPad的就有 就是那個iPad iPhone iOS就是那個 蘋果的 蘋果的那個 我就有打入信用卡 因為他 以前 他就用那個iPhone iPad打信用卡 好處是 你每次一購買 要購買的時候 他都會要你打入密碼 對 但是 這個 我最近沒有試過 因為我 我怕 我怕就是我到輸入了之後 到時候以後 因為以前我是聽說 不需要打密碼 你只要你打一次信用卡卡號之後 接下來你就是 以後你只要點有購買 他就直接購買了 以前我聽到是這樣 但最近我沒有去試 所以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怕這個小 有時候小朋友拿去用 用一用之後 真的點一個就購買進去了 對啊 但是 但是那個我說 iPhone iPad他比較嚴謹 他每點一下之後 每點不管你是免費 還是要付費的APP 他都會跑出來說 要你打密碼 像我們那個Play商店 我們安裝一個新的APP 有沒有要打密碼 沒有嗎 對啊 所以我就說 我現在目前Android 我還沒有 我沒有輸入過密碼 OK OK 所以各位先了解一下 那到這裡我就按取消 OK 所以來請各位試一下 試一下那個刪除貼圖 還有變動順序 還有就是你可以嘗試點進去 我的錢包 看一下 一直到那個要輸入卡號的時候 你就不要輸入就好了 好不好